网红为了博流量抓来变态杀人狂 要在镜头前公开处刑 才刚耍的变态一闷棍 一个神秘男人突然来到直播间 他伸手了脚尖 放倒住窝火 把变态带了出去 途中 变态问男人为什么要救我 男人是个画家 他告诉变态 我不希望创作素材身上出现任何的伤痕 听到这儿 变态察觉出不对劲 谎称 他的家就在附近 让画家赶紧停车 然而 画家却识破了他的谎言 变态正准备动手 结果下一秒就晕死过去 再次睁开眼睛 变态已经被画家脱掉衣服 绑在了冰冷的解剖台上 这里似乎十分隐秘 看起来既想实验室 又想画室 变态恶狠狠地质问画家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画家不屑一顾 我想杀你和你是谁有什么关系 况且杀你并不需要理由 只是因为我想杀你 变态怂了立刻求饶 然而画家却拉下电锯 无情地切割在变态的身上 鲜血拼键而出 撒在白色画纸上 一张张充满血腥与暴力的画作 就此诞生 回到地狱中转战的小崔 因为智秀的惨死悲伤不已 他认为一切都是死神对他的无情嘲弄 这次他要让死神也尝尝死亡的滋味 于是勇猛的小崔一枪抱了死神的头 为了复仇 重生还得继续 小崔准备送自己离开 不料手枪已经没了子弹 与此同时 死神复活 他嘲笑小崔实在太天真 火不能焚烧 水无法浸湿 死神自然也不会死亡 他告诉小崔 智秀阳寿已尽 注定会死在那一天 不管小崔有没有出现 他都会死在 泰康集团二公子朴泰宇的手上 死神动了动手指 操纵刚才穿过他脑油的子弹 成功开启小崔的又一丝重生 动手之前 死神提醒小崔 如果中途你想杀人 我一定会出手介入 这回小崔投胎成了变态画家 他在洗手间 看着沾满鲜血的双手 有些疑惑 这时 玉莲后的人影 引起了小崔的注意 小心翼打开 发现只是一套浴袍 来到画室 扭曲的人物画像 扑面而来的血腥器 都让小崔头皮发麻 震惊之际 记忆水晶 从沉满血血的铁桶中 缓缓升起 画家名叫郑奎哲 34岁 出生于普通家庭的他 从小只认为自己 在绘画方面 有过人的天分 然而 这个社会并不认可他的才能 母天夜里 一个跳楼的男人 恰好死在他的面前 画家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因为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迸发出了创作灵感 回到画室 他把刚才看到的 死亡场景画了下来 后来 这幅画在国外大受好评 并以高价卖出 品尝到成功滋味的画家 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深夜 他穿梭于街头巷尾 专队落单的夜归人下手 有女人 有壮汉 被抓来的人 全被画家无情分尸 而受害者 面对死亡惊恐营养 也全被画家定格在了画作中 很快 警方便找到 七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舆论亦是哗然 从作案手法来看 警方判定 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但凶手到底是谁 警方始终毫无头绪 与此同时 画家的作品在拍卫会上大受好评 起拍价最少一个亿 警方的介入 并没有让画家有所收敛 为了寻找灵感 他又陆续虐杀八个人 记忆读取完毕 小崔下了后退起步 倒在地上 前面投了这么多死胎 好歹都是正面人物 第一次拿到变态杀人魔的剧本 着实把小崔吓得不轻 虽然无法认同现在的新身份 但影响了智秀的死 或许用魔法打败魔法 正是最好的安排 小崔下定决心 要利用奎哲这个恶魔 用最痛苦的方式 干掉朴泰宇这个大魔头 重返车祸现场 痛苦的记忆再次涌入大脑 出事当晚 小崔在死之前 目睹了泰宇的所言所行 为了顺利继承集团 他故技重施 引诱律师帮他顶罪 作为条件 他在律师坐牢期间 会照常按照时间计算薪水 等到律师出狱 还会安排他的分公司当代表 诱人的条件 瞬间让律师 知法犯法出卖人格 无辜生命的逝去 对泰宇而言 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对着痴秀的尸体打去 说看起来就像个体现木 至于刚比 也是被他扔进了下水道 第二天 小崔装成电视台记者 来到泰康集团大楼 打算从前台口中 打探到泰宇的行程 没想到 前台很激进 以私人形成无可奉告为由 把小崔打发走了 走在街上的小崔 看着出现在电视里的仇人 怒火中烧 可下一秒 他却突然流鼻血 晕了过去 随后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 他得了脑瘤 最多只剩一个月受命 时间大大缩水 他必须加快复仇的脚步 可是现在 他却连泰宇住在哪里都不知道 清醒的是 天无绝人之路 这天 画廊突然打来电话 受一个买家 非要买他一副 名为赤云的私藏画 并且希望和他见面详谈 小崔想不明白 到底是哪个变态 喜欢这种话 说来也巧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小崔的仇敌 朴泰宇 仇人见面 缝外眼红 避免打草惊蛇 小崔并没有暴露任何破绽 他开玩笑说 你之所以喜欢我的画 是因为我们俩是同一类人 都是把自己当成神的疯子 也都会杀人 趁着泰宇 看着画入神时 小崔动了杀机 可以想到死神的警告 他还是犹豫了 错过这次机会 两人再见面的可能性 就微乎其微 小崔问泰宇 要是我愿意 把这幅画卖给你 你会把它挂在哪里 一听是家里 小崔灵机一动 改口称 愿意卖画 告诉我你的住址 我会亲自把画送过去 我还想邀请你来我的工作室 我会亲手为你创造一幅画 泰宇表示很期待 然后就离开了 教堂之中 泰康集团正在为死去的 大公子郑泰做弥散 看着亲哥哥的遗像 泰宇没有丝毫的悔恨 或许 有的人天生就是坏重 小时候 家里的保姆 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 到别墅里工作 因为孩子哭个不停 泰宇竟然想把他捂死 孩子最后并无大碍 但残忍的一幕 却被郑泰不小心看见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但这么多年过去 父亲从未在泰宇面前提及此事 郑泰知道 弟弟有药物沉饮的毛病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是泰宇对孩子那件事 有了心理阴影 才不得已吃药控制 然而 真相却让郑泰大为震惊 教堂中 父亲的道慈和母亲的哭泣 都让泰宇如坐针毡 他跑到车上 又炫了一点药 在迷离扭曲的视线中 泰宇开着豪车 上演了一幕速过的激情 刑警老安和年轻警员 站在车上休息 原本超速是交警该管的事 但负有责任心的警员 还是第一时间追了过去 好车开到被封锁的道路 不得不紧急刹车 排出没有酒下户 警员只是开了张罚单 然而 就在泰宇把身份证 放回钱包的过程中 警员却发现了端倪 怀疑他嗑了药 警员要求他赶紧下车 老安一眼认出 眼前这个男人 正是泰康集团的二公子 这样有权势的人物 那是他们惹得起的 老安让警员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谁知年轻警员很较真 财罚又怎么样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此时他对财罚的实力一无所知 泰宇当场就给交通厅厅长 打了一个电话 厅长大骂警员 你想丢到饭碗吗 二公子公事繁忙 你快点道个歉让他离开 官大压死人 警员虽然不服气 但不得不照做 可是光是道歉 并不能让泰宇满意 他怒删警员好几个耳光 以此发泄心中的愤怒 一旁的老安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全程一言不发 火到住处 泰宇在楼下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没错 就是小崔 小崔的言行举止充满挑衅 两人很快动起手来 泰宇拿枪击中了小崔 但他并没有晕过去 而是趁泰宇不注意 溜进他的豪车 想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结果试了好几次 都没有撞到泰宇 泰宇很诧异 他刚才明明中弹了 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小崔当然不会贸然行动 在来之前 他早就穿好了防弹衣 小崔抓住泰宇 把他带回了工作室 车上他问泰宇 知道被人分尸是什么感觉吗 知道分尸到什么地步 人才会失去意识丧命吗 现在不知道 没关系 因为很快你就有答案了 顺利的话 今夜小崔就能亲手替智秀报仇 但没想到的是 临门一脚 小崔却因为病发晕了过去 醒来后 局势瞬间逆转 所在解剖台上的人不是泰宇 而是他自己 泰宇说 你说你杀过15个人 我以为是开玩笑 但看到这个游乐场 我相信了 现在也和你说说我的故事 我第一次杀人成熟偶然 小崔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水泥人生 皆因泰宇而起 第一次去泰康集团面试那天 撞死西装男的人就是泰宇 小崔打电话叫救护车时 他曾走到受害者身边 看着对方哀求的眼神 他没有一些悔恨与同情 反而是感受到了快感 之后他又撞死不少人 可是都没有第一次的感觉强烈 但就在刚才 听着小崔对死亡恐怖的描述 这种久违的快感又回来了 好家伙 这货比画家还要疯 原来他车上双手颤抖 并不是因为害怕 而是兴奋到了极点 原来还有这种玩法 他很想亲自体验一下 是可啥不可辱 小崔一口浓潭吐在他脸上 按照小崔在车上说的杀人手法 太语打开电锯 切在了小崔身上 回到中转站的小崔仍惊魂未定 死神对他说 这是你经历过的死亡中 最痛苦的一次 身体被不断切割 压碎和焚烧 不过你应该庆幸 自己没有先动手杀人 否则我一定会把你丢进地狱 听到这儿 小崔却突然狂笑起来 死神诧异 难道你是故意被裁罚杀死的吗 果然被杀也是计划中的一环 另一边 太语满意地清洗着身上的血迹 他并不知道 监控是和他一墙之隔 而他犯下的罪行 也全被记录了下来 以暴制暴 从来不是罪优解 能不能扳倒变态大魔头 或许这一世留下的监控录像 会是关键所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三连支持一下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 大会 那组本来就忘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